BB小故事 你可能会感到很紧讶 我风蓝跟现在比起来 可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来的 以前的我会比较胆小 然后 我虽然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我都不会主动的去表达出来 尤其是在很多人的面前 然后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就是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 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因为当别人看着我的时候 我就会很紧张 然后不知道自己等下要讲什么 或者说在sharing的时候 我不敢去跟别人share我的意见 因为我怕别人会觉得我的意见很奇怪 OK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 BB如何让我成长 或者是说改变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in attitude的方面 因为其实我以前还没有参BB之前 我是讲话对任何人 不管是朋友心念还是吃长 我都是比较没有那个界限 OK我都会比较开玩笑啊 所以有时候说话会过那个阶线 我就会比较没有礼貌 会恨到人还是什么 这样子的 BB如何改变我 我主要改变我最大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距离 Splint还有我的Time Management时间管理 在我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人 OK在我放学了过后 我可以每一天在家 然后我进入待日晚了一整天 所以当我加入BB了过后才知道说 其实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在那时我就觉得到说 我不能再浪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OK所以我学习了Time Management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利用在我Samp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BB在我的学习的范围里面或者是我的生活中 是改变了我很多 如果要说BB怎样 transform 我的话 我会说是discipline方面 因为 before that 我是一个比较 prefer自己做东西 然后自己完成task的一个人 而同时我也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 很少会去聆听人家的意见的一个人 然后在BB做东西 我们是需要学会怎样跟别人 就是跟你的partner 或者是跟你的team一起去work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就慢慢的学会怎样跟人家沟通 然后怎样去聆听还有理解人家的意见 然后同时我也变得比较有耐心 会去倾听人家的问题 然后他们的想法 然后给出一些帮忙 或者是给出一些适当的意见 所以我相信BB给我带来的这些改变 所以在我以后大学还是在工作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最大的transformation可以讲是 从一个follower慢慢的学习成为一个leader 我记得Cancer讲过就是 一个leader或者是一个NCO 他没有东西做的时候 他也是需要去找东西做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 所以 尤其是在我当上V07的梳理主席过后 我了解到我们做的事情 当然是要非常的果断 因为当然我们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我们需要做一些取舍 以确保我们的利益是能够最大的效益化的 第二就是 我以前不擅长讲话 但是通过BB 通过当上V07的梳理主席 通过当上一个NCO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平台去讲话 去不管是跟人一对一的聊天 还是在big group的communication 就是像我们讲的group presentation 或者是public speaking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 去不断地进步自己 不断地去表现自己 从而去弥补自己的缺点 当我发现我在BB经历了许多过后 同时也改变了我不少 现在的我会比较有主见 在训练的时候 我会比较有方式 比较勇敢地去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这应该就是我在BB里面最大的感变 在BB activity 里面 我们会有sharing section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地去学会 这样子去跟别人沟通 跟别人讨论我的想法 尽量跟别人share我的idea 或者是过后 我就开始慢慢地去学习 这样子站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去给announcement 这样子 然后呢就通过BB 我就开始学会这样子 更有信心地站在很多人的前面 这样子去讲话 OK 可是我招了BB之后 我的senior一直 remind我 这方面的缺点 OK 我现在已经可以control 我自己跟别人讲话时候的 这个态度 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 不是hara percent 我还在进步当中 可是跟以前比起来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OK 所以 总的来讲 就是BB的senior 会给我advice 和关心 可以让我更加进步 其实 大家都知道 你出版社会的时候 你的朋友 还是 你的老板 还是anyone 他们都是没有义务 要告诉你 你的问题 你的缺点 这样子 可能你会以为无故 就会被某个人讨厌 还是byadvice 这样子 你都不知道 OK 所以我很感谢 我在BB里面 有senior 有这样的platform 让我成长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在那里 我可以改进它 OK That's all for my sharing Thank you 因为 BB还是教我们 很多的事情来来 你的办事能力 或者是你的沟通能力 或者是你的跟朋友一起 完成一些事项的一些能力 OK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BB 所以我们才会学习到怎样 去了解他们 因为 你从form1到form5 不可能你是没有学习到的 在BB里面 因为你是从form1 慢慢的成长 成长 我也是从form1 慢慢的成长到form5 So 这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都是需要很多东西 OK 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去apply它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 慢慢的apply在我们自己的学业 或者是慢慢的apply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上面 这些都是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的以后的一些生活 All right So 我觉得它真是改变了我很多 我的办事能力 OK 然后我的沟通能力 还有我的一些学习能力 OK 这些都是从BB才能学习到的 要不然从生活中 或者是从我的 呃 我的科业上 或者是老师教授 是不可能学到这些东西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教我做这些东西 我全部都是从这个课外活动 这个BB 然后慢慢的学慢慢的学 也到今天 还在继续的成长着 So 这些都是很大的影响了我 今天的生活 还有以后 我要走怎样的路 都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 我是一个discipline很弱的人来的 所以我很多时候 呃 无法完成事情 也呃 不能达到我的目标 还是什么啦 因为我做东西呢 我就是呃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 就不想做什么的一个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都不能完成啦 所以参加BB过后 我开始就学习到了这个 呃 纪律的重要性 所以我开始呃 呃 去学习怎样成为更 纪律的一个人 所以我的东西可以更有条文 更有规律的去完成 想要对呃 看这个videos的junior们说 希望你们 最后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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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